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塞性炎镜这部分里面主要讲了两个病 一个是复发性的塞性炎 还有一个是阻塞性的原线炎 那么复发性的塞性炎有哪些临床的影像的特点 那么复发性的塞性炎它多发生在儿童血龄前发病 这个是它的临床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就是反复的炎线的肿大 第三个就是在临床上有自愈性 随着年龄增大 那么它可以发作期逐渐的变短 间隔期逐渐增长 另外症状也逐渐减轻 所以有这个自现性自愈性 那么它的影像的特点是什么 影像的特点 影像检查方法是用粘线造影 影像的表现主要是一个末梢导管扩张 那么主导管可以是正常的 也可以是有扩张的 如果是激发感染的话也可以有扩张 另外分支导管由于在儿童期发育的不完善 所以分支导管显影的不明显 形成一个所谓的苹果树的这样一个真相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 临床的症状逐渐的减轻 那么倒影上的末梢导管扩张的数目 也会逐渐的减少 到青春期一般来说可以自愈 少数病人如果是牵延至成人 就叫做成人复发性 这个是我们关于复发性三线炎 讲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阻塞性炎症和复发性炎症不同 那么它的临床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呀 特征性的炎症 临床的特征性炎症 近时肿大 沿线的近时肿大 那么可以有导管口红肿 可以有一些混沌的分泌物 甚至是浓性的分泌物 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慢性的病人 可以在磷床上摸到锁条 比较硬的导管的一个锁条 这是临床的表现 那么影像随之检查 也是主要用延线造影的方法 它的主要的表现是 主导管扩张 它的病件起始的部分是在主导管 这个和复发性三线炎是不一样的 那么病件扩展 可以延级到分质导管 也可以延级到墨烧导管 但是主要的表现是一个 主导管的扩张粗细不均 可以称蜡肠状 阶段性的扩张 但是主导管虽然管径增宽扩张 但是导管的边缘是比较光亮的 这个是讲到的阻塞性炎症的 主要的表现 然后我们接着讲到的 就是延线的肿瘤 延线的肿瘤 我们在上一节课讲的主要的内容是 超声和CT 我们说了超声的检查 它是一个首选的检查方法 我们在生像图上看一个 延线肿瘤的表现 主要观察哪些方面 肿瘤的形态 肿瘤的边界 肿瘤的内部回升和后方回升 因为在良性肿瘤和弱性肿瘤 在这四个方面表现的是有所不同的 良性肿瘤形态比较规则 圆形 软圆形 类圆形 边界比较清楚 内部回升比较均匀 后方回升有增强 而弱性肿瘤形态不规则 边界不清楚 内部回升不均匀 可以有足状或者是靶状的 强回升光点光团 后方回升衰减 甚至伴有生瘤 大家还记得吧 这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 关于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在生像图上的表现 上节课我们也讲到了 有一些肿瘤 它既具有良性肿瘤的生产 生长图特点 又具有恶性肿瘤的生长图特点 这个我们叫做什么 叫临界症 叫临界症 那么这种肿瘤呢 往往是具有局部寝食性的良性肿瘤 和一些临床上生长比较慢 生物学行为比较好的恶性肿瘤 或者叫做低度恶性肿瘤 比如说腺泡细胞癌 比如说恶性混合瘤 都可以是这种 所谓的临界症的表现 上节课我们还讲到了 腺淋巴流 它在生长图表现上有一定的特点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表现吗 内部回深度均匀 可以呈网格状 对吧 你们书上是这么写的吧 还有吗 边界清除 还有吗 特征性的表现 多发 记得吧 我们上次给大家看了这个病例了 双色的腮线都有 或者是一色腮线有多个 所以多发是这个腺淋巴流的一个 生象图上的一个特点 它可以多发 它的内部回深是不均匀的 虽然它是两种种流 但是内部回深不均匀 可以呈网格状 那么在临床上 这个年龄比较大 患者们年龄比较大 这个位于摘线的后下脊 比较多见 临床上摸的比较柔软 这都是腺淋巴流的这个特点 那么讲完了这个超声表现之后呢 我们还讲了CT CT检查用于沿线肿瘤的诊断 有哪些优势啊 有哪些特点啊 有哪些诊断价值 大家还记得吗 对 对啊 那么CT检查呢 CT和磁动症检查 这个层面想象啊 这个检查手段来讲呢 都是有这个特点 就是它主要的优势是定位 就是观察这个肿瘤的部位 肿瘤的大小 范围对周围这个解剖结构的影响 和颈部血管的关系 这个是它的主要的优点 那么它实际上 就以沿线肿瘤的诊断呢 主要是我们上回课讲到了 它的软组织分辨率比较好 软组织分辨率比较好 可以用于肿瘤的定位 另外呢 在这个注射 造反剂的情况下呢 可以观察肿瘤和大血管的关系 另外呢 它可以观察骨的改变 这个都是CT检查 用于延线肿瘤的诊断 它的一些诊断价值 和它的主要的优点 从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接着讲延线肿瘤的影像诊断 那么第三个 我们要讲的内容呢 就是磁共认检查 就是磁共认检查 那么磁共认检查呢 我们在第一节课 讲这个延线肌病的影像学诊断的时候 已经对磁共认检查呢 已经做过介绍了 已经做过介绍了 那么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具有更好的软组织分辨率 它比CT的软组织分辨率呢 更高 那么我们说了 像CT或者是普方 普通方式学的这些检查手段呢 都是以XM密度 作为成像的一个物理基础 但是磁共认呢 它有多种因素 多参数成像 所谓的多参数成像 它有多种因素 可以影响到这个信号的强度 所以呢 它的软组织分辨率呢 更好 另外呢 就是说 它因为是靠磁场来成像的 所以它不需要摆这个患者的体位 它就可以得到任意方向和任意层面的一个图像 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 另外呢 就是说它对于 因为有这个特殊的流空现象 所以它不需要注射造影剂 就可以看到这个大血管 可以观察肿瘤和大血管的这种关系 另外呢 就是和CT一样 它对于 三线深夜和烟旁间隙的肿瘤的鉴别 这个也是有它的优点的 因为三线深夜的肿瘤和烟旁肿瘤 它的手术路路 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在术前要判断出这个肿瘤是烟旁间隙来源的 还是三线深夜来源的 这个也是磁共振检查的一个优点 这个我们就是简单介绍了 实际上我们在第一节课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磁共振的正常的沿线的一个表现 大家还记得我说的吗 看一个三线的磁共振 我们首先找一个什么解剖标志作为它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标志 还记得吗 下河生枝 下河生枝里边的骨胸质是高性号的 外面的骨皮质是低性号的 它表面有咬肌内侧有异内肌 那么在它们的后方这个就是沿线 这个就是沿线 沿线的这个信号强度在T1加成像上 它比肌肉的信号要高一些 但是大家看这是皮下脂肪 它比脂肪的信号强度要低 是介于肌肉和脂肪之间的这样一个信号强度 这个是T1项 那么在T2项上和T1项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T2项上就是讲这个含液体 含水分比较多的这些组织 这个信号强度变得更高 或者说通俗讲变得更亮 这个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这个脂肪 和我们刚才看的这个T1信号加成像上 这个脂肪的信号没有在T1上那么强 但是含液体含水分的这些组织 它的信号强度会变得比较强 这个还是这个是下颗生脂 松脂股部分是强信号 然后它的皮质股是低信号 或者说无信号 因为它很少有这个液体成分 那么表面的咬肌 内侧的异内肌 最后面这个是C线 这个是下线 这个是下线 磁蚌镇用于沿线肿瘤的检查 它的诊断价值和CT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一样的 最主要的作用是对于肿瘤的定位 看这个肿瘤位于什么部位 它的大小 它和周围的解剖结构 相邻的这些解剖结构是什么关系 这个定位能力是它的主要的一个诊断价值 那么CT我们讲了 它还有一些就是良性肿瘤 和恶性肿瘤的一些特征性的东西 比如说边界比较轻轻 FM的比较均匀 周围的皮下组织和肌肉的层次比较清楚 这些都是良性肿瘤的表现 那么恶性肿瘤可能边界不太清楚 大家上次在欢筒上看到了 这个边缘像毛刺一样的 内部的XME都是不均匀的 皮下组织肌肉的层次 模糊 紊乱 不清楚 甚至可以有骨的破坏 可以对核骨有破坏 对骨秃有破坏 这个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些表现 所以它还有一定的区别良性和恶性的这样一个表现 那么在磁共振图像上 信号强度是不具有特异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区分 良性肿瘤它的信号强度是什么样的 恶性肿瘤的信号强度是什么样的 它的信号强度不具有特异性 所以它的主要的作用呢 是用于定位 用于肿瘤的定位 那么 典型的良性肿瘤的表现 是在T1加全项上 是低信号或者是等信号 在T2加全项上 是一个高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的表现呢 是和肿瘤的成分有关系的 比如说混合瘤 大家在病例里面都讲了 混合瘤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里面的成分比较多 叫混合瘤的叫Mix 这里面可能有软骨的成分 可以有粘液的成分 当然也有这个细胞 这个成分比较多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它这个信号变化呢 是和肿瘤这个内部的结构 成分是有关系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影像学检查 它实际上是一个病变 一个肿瘤的一个微观表现的 一个微观结构的宏观表现 就是说我们在组织病理上 比如说我们看到钙化了 看到骨化了 在影像上 你才看到的是一个高密度的病变 那么在组织病理上 我们看到一个破骨的 一个对牙体硬组织吸收的 那么在影像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密度减低的 所以它是一个微观结构的 一个宏观表现 所以在这个磁工阵上来讲 也是这样 它这个信号强度呢 实际上是跟肿瘤的这个成分 跟肿瘤的内部结构 是有关系的 那一般来讲 良性肿瘤的还是边界呢 是比较清楚的 信号的强度呢 也是比较均匀的 底下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的片子来看一下 大家用我们刚才讲过的 这个是生肢的部分 然后这是外面的肌肉的部分 它的后方 这个是线体 这是间侧的色线 这是间侧的色线 大家看在这个右侧色线里面 有一个 这个应该叫等信号 大家 就它的信号强度呢 不要和它周围的线体相比 这个所谓的高信号 等信号 B信号呢 应该是和肌肉比 就是说它如果是和肌肉的 信号强度相近的话呢 应该叫等信号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等信号的一个并变 边界呢 是比较清楚的 肿瘤内部的信号强度呢 是比较均匀的 这是这个并变的一个特点 这是T1加全项 大家看T2加全项 在T2加全项上 我们说了 它和T1相比呢 它液体的 就是含有液体的成分的 这个组织或者是病变呢 信号强度变得比较高 那么像脂肪 像大家看这个P下脂肪 在T1上 信号强度是很高的 在T2呢 这个脂肪的信号强度降低了 当然它也用了一些 抑脂 就是抑脂脂肪的 这个成像的这样一些序列 这样一些技术 它是为了更好的显示 在现在病变 那么在T2相上呢 这个肿瘤呢 是信号强度是增强的 是高信号 所以在T1上呢 是等信号 在T2加全上呢 是一个高信号 仍然是肿瘤的边界呢 是比较清楚的 内部呢 还是比较均匀的 但是如果仔细看呢 这里面呢 是有一些高回升的 高信号和一些这个 相对来讲 比较低信号的这个成分 这是混合流 混合流 这个是另外一粒 这是另外一粒 这个现在大家可能 对这个图像已经相对 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这个是我们说的 这个生枝的部分 下核骨生枝的部分 这是表面的咬肌 内侧的胰内肌 这是后方的塞线 这个是见侧的 这个换色的塞线里面呢 可以看到一个 也叫做等信号吧 我们的等信号的一个定变 边界比较清楚 内部的信号强度 比较均匀 内部的信号强度 比较均匀 在T2加全项上 这个肿瘤的信号强度呢 明显的增高 成为一个高信号 所以在T1上 是一个等信号的 在T2上 是一个高信号的 这个边界呢 还是比较清楚的 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肿瘤的内部的信号强度 不太均匀 这个信号强度不太均匀 这个是这个肿瘤的表面 就清下来以后 这个表面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背膜是比较完整的 这个表面的背膜 是比较完整的 就是肿瘤和线体之间 这个界限是比较清楚的 大家看这个抛面 就是把它抛开了以后 抛开了以后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个肿瘤的内部呢 是一个比较均匀的 比较均质的 这样一个结构 但是呢 温然是在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一些 相对的来讲 就是细胞成分相对比较少 比较疏松的 这样的一部分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内部的结构 实际上跟它的 出发强度不均匀呢 是有关系 这是一个红合流 这个是提一项 这是提一项 在提一项上 还是按照我们刚才 讲的这个分析的原则 这是小合骨的生枝 松子骨 大家看松子骨外面 这个无信号的是皮质骨 松子骨外面 这个无信号的 这是皮质骨 表面这是咬肌 然后这个是塞线组织 塞线组织的 信号强度 介于肌肉和脂肪之间 在提一项上 在提一项上呢 可以看到 左侧的塞线里面 有一个边界比较清楚 信号强度比较均匀 内部的信号强度 比较均匀的 这样一个表现 大家看在这个生枝的后面 在这个生枝的后面 有两个圆的 低信号的东西 这是什么 知道吗 这就是颈部的血管 这就是颈部的血管 那么刚才讲的 这个我们在第一个讲 它有流空现象 有流空现象 所以呢 它可以看到这个无回声的 这样一个血管的结构 可以观察肿瘤 和血管的关系 大家看这个T2项 在T2加全项上 这个肿瘤的信号强度不均匀 你能够看得很清楚 是吧 在这个地方呢 有比较高的 也有更稳一点的 还有更低的 这种信号强度 但是边界呢 还是比较清楚的 大家看这个肿瘤 这也是一个混合流 这也是一个混合流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空腔的部分 那空腔的部分呢 现在是抛开了 那可能原来是一些 粘液的成分 抛开以后 粘液流跑了 所以大家看来看 这些地方 有一些粘液 是空腔的部分 所以整个这个抛面呢 显得非常不均匀 抛面呢 显得不均匀 大家看这些地方 都是有这种 粘液 流湿了以后 留在空腔的地方 所以这个 抛面的不均匀 内部结构的成分的 这个混杂 是和它的信号强度 不均匀 是有关系 是有关系 这里面我说一点 这个讲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介绍的 影像学成像方法的 物理基础不同 所以还是在描述 这个病变的时候呢 要注意我们 用通俗的话讲 都是黑的 和白的 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你用的 XM的手段呢 它叫做高密度 低密度 你用超声的手段呢 它叫做高信号 高回声 低回声 就是回声强度高 回声强度增高 回声强度降低 叫高回声 低回声 那么在磁共振上呢 我们叫高信号 低信号 因为你检测的是 这个轻质子的 这个信号的强度 这个也是 一个磁共振的图像 这个大家都分析了 我们这个是生枝 然后表面的咬机 然后大家看这个边界 这个外面 这个是正常的 塞线的组织 塞线的组织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边界 大家看这个边界呢 好像还是分叶的 中间有一个间隔 另外呢 这里面呢 这个 信号的强度呢 也是不太均匀的 不太均匀的 有一部分比较均匀 但是在前面呢 好像有比较低的信号 但是整个边界呢 是比较清楚的 边界是比较清楚 然后在T2上呢 是一个信号增强 信号增强 然后呢 还是边界比较清楚 我们看到的这些 分叶的结构 不太均匀的结构呢 也都还有 这是一个限零八流 这是一个限零八流 也是一个两种种流 那么它在T1上呢 这个我们就叫做 等信号或者是 实际上这个 已经比等信号的强度 要高了 但是它在T2上呢 仍然有信号强度增强的 这样一个表现 这是限零八流 这是切开以后 切开以后 那个泡面 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空腔 然后空腔 空腔完之后呢 肿瘤呢 是像乳头状的 那个生长进去的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理解 那么它在 这个没有抛开的时候呢 这里头有很多液体成分 所以它在T2上呢 是一个很高的 一个信号强度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关于这个混合流的一些内容 它在T1上呢 是低信号 或者是等信号了 那么在T2上呢 是very high signal intensity 那么这个内部回升呢 可以是均匀的 也可以是不均匀的 那它的这个信号强度呢 是和它的肿瘤成分呢 是有关系的 所以它是这个 Homogeneous 或者是Inhomogeneous 有个英文叫做Heterogeneous 就是这个回升 就是信号强度 不均匀的一种表现 然后下面讲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混合流的复发的这个表现 因为这个混合流呢 大家都知道呢 它容易复发 这个你们在军队里面 讲过混合流 讲过吧 讲了过它的复发的问题吗 就是混合流它比较容易复发 包括你这个手术当中的种植啊 无流代科的操作不好啊 所以它比较容易复发 那么混合流复发以后呢 影像学的检查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为什么呢 我们讲肿瘤的随损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是什么呀 是超生 那么超生对于复发性的肿瘤呢 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因为它手术切掉以后呢 这个地方是有很多单痕组织 单痕组织和正常的腺体呢 是不一样的 它也是低回升的 根据不太清楚 所以如果是这个复发的肿瘤 长得非常大了 已经呈现出很清楚的边界了 那么这个超生呢 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但是在复发性肿瘤比较小的时候 它不太容易和周围的包含组织像区分 就是它的这个回升强度没有什么区别 这实际上就是从更基本的来讲 是它的声波传接速度 声阻抗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CG检查也是这样 因为CG检查的靠的是癌性密度 那么在肿瘤复发比较小的时候 也是和这个多个的单纯组织 不太容易区分 但是呢 这个磁固证检查 我们刚才讲了 它的软组织分辨率非常好 再一个呢 它是多参数成像 所以呢 在这个复发性的混合流 就是多形性线 如果是复发的话 那么用这个磁固证检查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因为它比较容易的用这个磁固证呢 能够看到复发的这个肿瘤 比较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肿瘤复发 在第一项上 在第一项上 这是皮下组织 所以是信号长度非常高的 这个样子 大家看这里面 有这个信号比较低的 这个病变 而且呢 是多个 多个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呢 你还是不能够和其他的组织相区分 但是呢 它这就是磁固证的特点 它可以做多参数成像 它可以加全 在第二项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这个复发的肿瘤 而且非常小 非常小 像这么小的肿瘤 用超生的方法 CT的方法 可能不太容易检查到 但是呢 用超生 用这个磁固证的检查呢 非常清楚的能够看到 多发的 这个 混合流复发的这个表现 所以对于 这个多星星线瘤的复发 用磁固证检查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下面呢 就是关于这个 还是卧星瘤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讲看到一个卧星瘤了 卧星瘤呢 实际上 从它的信号强度来讲 也是没有什么特征 它和混合流啊 或者和其他的种瘤呢 没有什么太特征性的这个表现 那么也是啊 它可以多发 也可以多发 这是一个在T1项上 我们看到的啊 这个 卧星瘤 或者叫卧星瘤 大家看这个 下车生肢的啊 生肢骨的部分 然后这是肌肉的部分 这个是塞线 这是塞线 这是血管 这是血管 这是塞线 这个是里面的肿瘤 在T1项上 基本上是一个等信号的 就是说 它和肌肉的组织的 信号强度呢 基本上相当 在T2项上呢 是增高的 但是它这个增高 是不太均匀 大家看边缘这一部分 增高的比较明显 是一个不太均匀的增强 就是在T2项上 T2加成项上 这个信号强度呢 是增高的 但是呢 边界呢 还是非常清楚 边界还是非常清楚 这个是切开以后的 这个泡面 限定八流 切开以后的这个泡面 这个泡面还是比较均匀的 这个泡面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均匀的 这也是一个限定八流 这个在T1项上 就不是一个太均匀的并边 大家看到了吗 有些部分呢 这个信号强度是比较强的 信号强度是比较高的 有些部分信号强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 在磁空阵的信号强度不均匀 这也是一个限定八流 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T1项上 就不是太均匀 但是边界非常清楚 边界非常清楚 那么在T2项上呢 比T1项有增强 就信号强度有增高 但不是太明显 这算不是太明显 但是呢 这一部分 这个增强的比较明显 所以是一个不均匀的 T2项上的信号强度增高 有一个比较亮的 一个T2的增强 这个就是限定八流 限定八流 所以它呢 可以多发 它的边界呢 还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它的 信号强度不均匀 在T1项上呢 可以是 等信号 低信号 在T2项上呢 有的是增强比较明显 但是有些呢 增强不明显 这是一个 它的这个 外观的这个 标膜的这个情况 标膜还是比较完整的 标膜比较完整 但是呢 从这个标膜上 这个实际上是 在这个地方 已经把它切开 我不知道大家能够 能不能看到 在这个地方 里面有一个切口 就把这个 主流已经抛开了 但是呢 从这个外观上看呢 它里面的结构呢 是不均匀的 这也是 408度的 实际阵的表现 生肢 表面的肌肉 这是后面的三线组织 在三线组织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 低信号的 这么一个并变 边界呢 比较清楚 在T1项上 我们看到的 好像还是比较均匀的 但在T2项上 叫做 环状的增强 环状的增强 都是周围的 这个信号强度增高 但是呢 内部的这个信号强度呢 并不增高 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 不均匀的一个 增强的一个表现 这是心灵大流 所以肿瘤的 这个磁梦症检查呢 实际上主要是 对肿瘤的一个定位 观察它的部位 观察它和周围 组织结构的关系 但是在这个 信号强度上 不具有特异性 而恶性肿瘤呢 也是这样 对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 它的这个信号强度呢 没有特异性的说 良性肿瘤是什么样 恶性肿瘤是什么样 它的主要的 作用呢 是观察肿瘤的 在沿线当中的部位 和周围组织结构的关系 那相对来讲呢 恶性肿瘤的边界呢 可能是不太清楚的 另外呢 信号强度不均匀 但是混合楼和 县利巴勒刚才讲了 它的内部的信号强度 都可以不均匀 跟它的这个内部结构有关系 另外呢 就是在 词病论上 可以看到 恶性肿瘤 对周围组织结构的侵犯 当然 如果是 警区林巴结出现病变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警区林巴结的病变 那么这里边呢 也讲了 就是说 有些 悟性肿瘤的 这个磁路组织的表现呢 是容易和 良性肿瘤 相混淆的 它的信号强度呢 不具有特征性 但是呢 就说在 T2上 信号强度 不增高 就说在T1上 T1加线线上是低信号 在T2加成相价仍然是低性号 这个说明了肿瘤的细胞成分比较丰富 说明了肿瘤的细胞成分比较丰富 所以这个在恶性肿瘤来讲 往往是和育后是不好的 就是相对来讲 这个恶性是我们叫做典型的恶性表现 就是在T1上和T2加成相价都是低性号 但实际上这个跟它的这个肿瘤的本身 没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细胞成分丰富不丰富是有关系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恶性肿瘤的 肿瘤的表现 比较我们具体的看一些例子 这是一个三线的恶性肿瘤病例 在临床上当然这个病人已经有面瘫 就是面神经受侵犯的这个表现出来了 在临床上已经考虑到是恶性肿瘤了 那么这个呢是做了一个T1 这是下颗骨 这是表面的肌肉 这个是正常的腺体 这一部分是正常的腺体 在内侧 在深夜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低性化 可以看到一个低性化的病件 那么这里面的性化强度也是不太均匀的 不太均匀的 边界不是太清楚 大家想想我们刚才看到的混合流和限定八流 它的边界不是太清楚 那么这是做了这个增强了 做了增强了 在增强以后 在增强以后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在这个部分呢 这是个病变 它的主要的一个表现呢 就是增强不均匀 这个性化强度不均匀 有的地方很高 有的地方呢比较低 所以性化强度不均匀 另外呢 这个在这个增强以后的边界呢 显得非常不清楚 看不出 描迹不出这个肿瘤 这个很确切的清楚的边界 所以这个是一个 弱性肿瘤的表现 这是另外一粒 这是另外一粒 这是左侧这个是提一项 左侧提一项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边界不清楚 回想一下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混合流和限定八流的表现 它应该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肿瘤的边界 那么这个肿瘤呢 肿瘤和线体之间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界 这个内部的性化强度呢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均匀的 但是在第二项上 我们看到 弱性肿瘤的表现是比较整形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 边界不清楚 边界不清楚 第二个呢就是 性化强度不均匀 有比较强的部分 有比较强的部分 也有比较低的 这个增强度明显的部分 所以性化强度不均匀 边界不清楚 这是弱性肿瘤 在这个 词证证上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它这个最新分类 是关于定理方面的 就算定理方面 现在弱性肿瘤要做一个 重新的分类 弱性肿瘤有那些 弱性肿瘤有那些 那么它在它这个 introduction里面呢 有一部分呢 是关于影像检查的 就是imaging diagnosis 就是原先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我就选了这么一段 这个意思呢就是让大家 实行一下专业词汇 另外大家都学过这个 颜先检查的影像检查了 要学会怎么样用很专业的话 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 这里面呢 就不让大家读了 我先我来做一个面试 我给大家读一下 然后呢大家看看 能不能正确地理解这里面 它的这个含义 第一句话什么意思 这些内容实际上我们都讲过了 我们在前面讲课内容 那我们都讲过了 什么意思 平坚和前进造影 对于 对对 对于早晚的严正性病变 是非常有效的 对 对 接着说 嗯 是 其实挺有效的 挺好 这个大家很正确 正确地理解了这个意思 这个中文呢 理由也还比较深 那么 第一句话呢 就是说平坚 所以领导造影 对于导管的严正性病变 是非常有效的 这个我们都讲了 为什么平坚有效 它可以看阳静结实 为什么造影有效 它可以相对比较熟光的 来反映这个导管的改变 那么但是 对于临床上 你如果是怀疑 它是一个肿瘤性的疾病 那么用CT 用超声 用CT的Phylograph 我们这个我们讲过了 在过去 CT的这个 这个密度风向力 不太好的时候 它可能 从肿瘤和正常线组织 它其实分不出来 它怎么办呢 它打一个 Thylograph 把这个正常组织的密度 搞得很高 然后呢 来增强 肿瘤和正常组织的密度对比 它就是叫 CT Thylography 实际上就是CT造软或者是造软CT 都可以 和这个磁病症 那么是这个更加有效 是更加有效的 然后底下 MRI is particularly useful 如果是不考虑严重定件的话 MRI是尤其有效的 这个大家可能 我相信大家的这个表情当中呢 可能好像没有太理解这个 这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当有严重的时候 严重的时候 它会干扰 因为严重的时候 因为有大量的血流呢 所以这个MRI的信号 变得非常高 所以呢 如果是有严重的时候 和这个肿瘤 有的时候是会混淆的 就是严重会干扰你的 对于原先肿瘤的判断 所以呢 如果是没有严重 严重上没有严重 你就说当你看到 一片这个高的信号的时候呢 你在严重上已经能够排除 它不是原先肿瘤的话 那么对于肿瘤的诊断呢 这个MRI是更加有效 就是因为在严重的情况下 那么严重的肿瘤的信号 会干扰你对这个 肯瘤的这个判断 它 does not have the risk of radiation exposure nor complications with introductor injection of contrast medium and it's often superior in demonstrating the interface of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s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IT是谁 MRI没有射线的辐射损害 然后呢 不太确切 你们这个翻译的意思不太确切 我们要正确理解它的含义 它没有 does not have the risk of radiation exposure nor complications with injection of contrast medium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这个词弓证检查呢 它没有辐射损害 另外呢 它没有注射造影剂 所带来的这些并发症 并不是说它不需要打脏剂 是因为它不需要打脏剂 所以呢 不会有脏剂过敏 有脏剂以后发生的各种各样的complication 是这个意思 而且呢 在什么方面就有优越性呢 在观察或者是在显示肿瘤和周围组织的阶线这方面 那么它是有优越性的 底下 T1 with its images of normal paroxys have an image signal intermediate between fat and muscle whereas submandibular tissue is closer to muscle in intensity 这个实验 我们刚才讲课已经讲过了 正常腮线的T1加成像 它的信号强度 对于脂肪和脂肪之间 whereas submandibular tissue is closer to muscle in intensity 什么意思 这个有人已经说过了 和下线 而和下线 它实际上说呢 和下线和三线不同 而和下线 它的信号强度 更加接近肌肉 更加接近肌肉 也就是说 和下线的它的信号强度会更低一些 它不是intermediate 它不是中等的 它会更加的接近肌肉的这个信号的强度 with advanced age and fatty infiltration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polyester tissue approaches fat 随着年龄的增长 脂肪净震 脂肪净震或脂肪沉积都可以 那么腮线的心脑强度 接近于脂肪 我们在第一节说已经讲了 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腮线的信号强度可以是负的 可以到负数 就是因为这里面的脂肪的这个成分比较多 the most salivogram tumors are brighter on T2 than T1 images but this difference is minimal in prominently cellular tumors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讲 刚才讲的时候也讲过 多数的原线肿瘤 在T2加全向上的信号强度 比T1加全向上的信号强度要高 但是对于那些细胞成分为主 或者是主要细胞成分比较多 细胞成分为主的肿瘤 那么这种差别呢就变得比较小 也就是说的呢 它的信号强 T2的信号强度呢 不会那么增强的很明显 和T1呢会更加接近一些 细胞成分比较安排 испыт 就是肌出色肤结封氧 如梅酸、肥丘 MP4肠丘 commission 都éf腹4、肌脊肤乳 Uninea 有比较高的液体成分的肿瘤或者是病变 例如说HIV相关的肺线脑、轻腥和脑腺瘤 它这几个总结在T2加全项上的信号强度是比较高的 这个就是说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些词汇 另外呢就是用你学会的专业知识 把这个句子很好的理下来 这就是关于这个词评论的整段 词评论的整段大家还有问题吗 词评论对于延伸总结的整段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介绍了关于延线肿瘤的影像学诊断 我们主要的讲了它的一些关于超声CT和磁工症的检查 下面呢我们开始讲一个病呢 就是Sherborn Syndrome 史克林增和症 史克林增和症 口干增和症 这个内容大家在病理里面讲过吗 介绍了吗 那么史克林增和症的分成原发的和剂发的 这个大家可能在病理里面都介绍过了 什么叫原发的 什么叫剂发的 原发的 还不光是咸脸就是口干眼干 而是肝道增伯症 基发的呢 它是有这个口干眼干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结尼组织病 结尼组织病当中呢 最多见的呢 就是肋风湿性关节炎 在临床上呢 口感增合症呢 中老年的女性比较多见 有人一般的来说呢 这个女性和男性比较多的报道呢 都是十比一 所以女性呢比较多见 在过去呢 没有这种统一的诊断标准 在全世界呢 有很多过瘾舌靈总合症 提出来的诊断标准 比如说有过去比较有名的 有欧洲标准 有加州标准 有希腊标准 日本这个厚生省 有一个舍格林总合症委员会 提出来的叫日本标准 我们国家呢 在95年在张家界 开了一个沿线 沿线疾病的研讨会 也提出来一个诊断标准 那这些诊断标准呢 会有一些 相互之间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呢 就出现了一种 所谓的俗话讲 叫鸡同鸭讲 就是我说的这个东西呢 在你呢 根本就诊断不了 干脱独化症 由于标准的不统一 另外呢 检查的方法呢 也不太一样 所以呢 在2002年呢 就是欧美协作组呢 就提出来一个 当时叫欧美标准 就是欧洲美国标准 把他们 把这个加州标准 和这个欧洲标准呢 做了一下 统一 做了一下协商 一起商量了一个 当时叫做欧美标准 后来在日本开会的时候 2002年呢 这个就拿到国际 社会尊重的大会上 来讨论 后来咱们国家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代表就去 然后呢 对这个里边的标准 所谓的欧美标准呢 也提出了很多的修改意见 那当时因为 中国的就特别是在内科 就是风湿免疫科呢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个会上呢 也接受了一些 中国代表的意见 最后呢 统一成为这个国际标准 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国际标准 在磷床上呢 刚才这个天就讲了 那就是说 这个口感综合征 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呢 是以这个外分泌线的 这个严正性的改变 主要是唾液线和肋线 所以它的磷床表现呢 比较典型的呢 就是口干眼干 这是比较多的 所以叫干燥综合征 叫Cita syndrome 另外一个比较多的表现呢 就是严险肿大 严险肿大 严险肿大呢 可以是持续的肿大 也可以是反复的肿大 有的时候大 有的时候的小 另外呢 在我们口腔上 比较多见的呢 就是有这种 口腔黏膜的干燥 有舌裂 有舌裂 另外呢 有这个猖獗曲的表现 那当然眼干呢 有很多这个眼干的症 比如说怕光 比如说这个叫杀力感 摩擦感 这种表现 那么口干呢 也是叫做 手不离杯 口不离水 就给你来看病 跟你讲话 说他说了一只 哪一个杯子 然后跟你一边说话 就一边喝水 那么尽干性食物 困难 就是吃馒头 吃烙饼 吃米饭 这个如果是不用汤 不用水 吃不下去 另外有些 就有些有这个 通液困难 语言困难 都有 所以这个口干的 这个程度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除了外皮分离线的 唾液线和这个 胃线的改变之外呢 就是皮属黏膜的 这个表现 比如说这个紫钉 比如说节约性红斑 雷诺是蒸 雷诺是现象 就是用这个 空了凉水以后 受凉了以后 对 这个末端呢 变得很白 雷诺是表现 另外呢 有骨关节的表现 小关节疼痛 肌肉的疼痛 另外呢 泌尿系统呢 有这种蛋白尿啊 神小管酸动毒啊 呼吸系统呢 比较典型的是 纤维化 兼脂性炎症 另外消化系统呢 也有很多 胆质性肝硬化 肝功的异常啊 血液系统 贫血 血液感降低 其他的有甲状腺的 神经系统 包括中枢神经系统 和周围神经的 这个改变 等等 其他还有 淋巴结肿大啊 这些 所以呢 他这个 口干中毒症呢 是一个多系统的疾病 是一个多系统的疾病 那当然在口腔课来讲呢 我们这个 以这个口干 沿线肿大 就诊的患者比较多 大家看 这是一个干燥啊 就口唇干燥的 这样一个表现 口脚炎 然后呢 口唇呢 可以有脱穴 可以有脱穴 干燥的这个表现 这是一个 沿线肿大 大家看 双色的塞线 这是一个持续的肿大 双色的塞线的肿大 非常的明显 所以口干 沿线肿大 是比较主要的 这个口腔的表现 这是一个 多发的取坏 双脚取 很多不容易出现取坏的 一些牙位 牙面 出现这个 比较多的这个取坏 这是双脚取的表现 在临床检查方面呢 那当然我们眼科 口干 眼干方面呢 有眼科的这个 一些检查 这个在病理里面 介绍过吗 关于眼干 口干的这个 临床的检查方法 讲过吗 除了纯缴活检之外 纯缴活检 我想一定讲过 对吗 那么在这个 眼干的这个检查上 就是干燥性 小精膜炎 那个检查上呢 一般呢 是用这个 湿墨试验 大家对这个试验 名字知道吧 怎么 他自己还做过 是用硫脂 是用硫脂 在结膜囊子 你们是这么做的吗 一个硫脂 看这个肋液 能够把它 湿多少 这湿墨是湿液 再一个呢 就是角膜染色 角膜 阴光染色 这个主要是观察 角膜的表面 有细胞 坏死 伤不细胞的坏死 以后呢 它就可以有这个 阴光素 就沾染在这个角膜上 对于 阴光染色 湿墨式实验 还有一个就是 内膜破裂实验 内膜破裂实验 这个是对于眼干的检查 那么在这个 沿线受累的情况 这方面的检查呢 包括了 唾液流利的检查 唾液流利的检查 这个将来你们在讲 这个 颜膜病的时候 会具体的讲到 就怎么样来测定 你的这个唾液分泌的量 是多还是少 可以测量静态的 就是早晨来 不知道有任何影响 然后把你口腔里面的 拖液都吐出来 看看你多长时间 干的时间面 能够吐多少 还有有这个 所谓刺激性的 就是让你 比如说 做一个阻嚼的运动 让你嚼这个 医用的白蜡 因为蜡 不会有任何味觉刺激 不会影响你的这个 干扰 你的拖液分泌的测定 然后再嚼蜡 通过这个阻嚼运动呢 看看 你能够单位时间里边 可以分泌出 多少个拖液了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拖液流率的检查 另外的就是 纯件活检 纯件活检 在口感综合中 这个诊断当中呢 还是有很重要的 诊断价值的 另外一个 这个沿线的就是 检查呢 就是涉及到 我们影像学的 那么它包括了 核素的检查 和沿线造影的检查 沿线造影的检查呢 对于口感综合中的 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因为欧美国家呢 做造影做的比较少 他认为插管呢 比较困难 而且呢 这个打了药以后呢 患者很痛苦 所以呢 沿线造影用于 舍核林综合中诊诊断 列入标准 只有在中国和日本 是列入标准的 那么在这个欧美国家呢 做这个核素检查 做的比较多 但是这两项啊 都是这个影像学的 对于口感综合中 沿线受伪情况的 一个评价的方法 再一个就是血清学的 血清学的 那么包括了 比如说抗核抗体 另外呢 就是口感综合中的一些 所谓的特异性的抗体 抗SSA 抗SSB 另外呢 比如说像免疫球蛋白 IgG 如果在口感综合中的时候呢 可以有这种高 免疫球蛋白的改变 等等 那底下呢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2002年的 国际诊断标准 2002年国际诊断标准 分为六项 它两项呢 是有正光 这个和过去 有些诊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有些诊断标准呢 就不管你有没有正光 只要我检查到 客观检查到 你这个内线的分泌有问题 脱外线分泌有问题 就诊断了 那么02年的这个 所谓现在所谓的国际标准呢 有两项呢 是讲了症状 一个是口腔的症状 一个是眼科的症状 另外呢 有两项呢 是所谓的体征 就是口干的体征 眼干的体征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唇腺活检 现在唇腺活检单裂出来了 所以我刚才讲唇腺活检呢 现在对口干综合中的诊断 是这个非常的重要的 还有一项是学清学的 那么口腔的症状呢 就是要有这个口干 每天感到口干 持续三个月以上 另外呢 就是眼线的反复重大 第三条呢 净干性食物时 需要用水来帮助 这三条里边有一项以上 这个就是 这项就符合了 眼部的症状呢 就是每天感到 无法忍受的这个眼干 也是持续三个月以上 另外呢 就我刚才说的 沙力感摩擦感 另外呢 要用这个人工类液 每天三次 或者是三次以上 这个也是这三项当中呢 有一项 这一条就符合了 然后眼部的体征呢 它是用这个生物试验 和这个角膜染色 有一项有问题 就说这个我们就是说客观的 检测到了内线分泌的问题 第四个呢 就是唇线活解 唇线活解 第五个就是 颜线受损的情况 颜线受损的情况呢 它的这个检查呢 包括唾液流率 颜线造影 和核素检查 在这三项里边 你只要有一项有问题 那么就是 这个颜线的受损 唾液线的受损 就算是阳性 最后呢 就是自分抗体 自分抗体 它自己列了 这个抗SSA和抗SSB 实际上在口干综合中的时候呢 像这个 类封式因子啊 像抗体抗体啊 都会这个 出现阳性的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 在02年标准当中 列出的这六项 那么在这六项里边呢 如果是有四项以上啊 有符合 那它特别强调呢 就是说 一定要有唇线活解 或者是这个 自身抗体 要有全阳性啊 那么 就是可以这个诊断 这个原发性的 受损的中风症 那当然你要没有 没有这个阶体组织病啊 才可以 或者呢 就是在 眼睛的检查 出现活检 呃 我们刚才讲的 沿线的这个检查 还有自身抗体当中的 任意三项 啊 就可以诊断这个 原发性的 这个 如果是 即发性的 水平中的 那当然它要有 要求有这个 结体组织病啊 除了结体组织病之外呢 要有口腔 或者是眼科的 症网当中的一项 另外在体征方面呢 要有两项 就是要有眼科的 纯线的 和 沿线 这个 涉累情况的 三项的 也有两项 才能够做诊断 这是 诊断标准 那当你除 做这个 干脉组织中的诊断之外呢 要除外 这些疾病 放疗 饼干病毒 感染 艾滋病 淋巴瘤 结结病 GVH 这知道这是什么吗 就宿主 宿主抗体 做组织移植的时候 有这个宿主的反应 的这个病 另外呢 就是抗 以前 要没有这些 全身病史 用药史 才可以诊断 所以我们在第一节课 讲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做 沿线疾病诊断的时候 一定强调 对它全身的了解 特别是对它的 用药史的了解 这个对于疾病的诊断 非常重要 底下呢 就是沿线的检查 沿线检查里面呢 我们讲这个 沿线造影 沿线造影呢 是口网综合征 诊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它的 沿线造影的表现呢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呢 还是讲 按照这个 我们过去 周道吉教授的一个分类 把它分成四期 就是功能正常 排空迟缓 我们在第一个 在讲沿线造影的时候 讲过 注册造影剂以后 拍一张片子 然后呢 含聚烟酸 柠檬酸 然后五分钟以后 再拍一张片子 看看这些造影剂 是不是由于 聚烟酸的刺激 和所有一起 都排到了口腔 沿线里边 还有没有滞留 因为是沿线里边 还有滞留 就叫做 delayed emptying 这个台空迟缓 那么在 跟到中文中的时候呢 有些病人呢 他就是 形态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呢 就是排空供应差 这是比较轻的 比较早期的 这一种 这是口干综合针的第一型 第二型呢 实际上是 口干综合针的 典型改变 典型的改变 应该是 墨烧导管扩张 就我们讲 儿童发行 三线研的时候 那个表现 就是墨烧导管扩张 是 口干综合针的 原线造影的 一个主要的表现 或者叫做典型的改变 那么根据这个 墨烧导管扩张的 程度不同 把它分成了四期 第一期呢 叫做点状扩张 第二期呢 叫球状扩张 第三期呢 叫枪状扩张 第四期呢 叫破坏期 什么叫点状 什么叫球状 什么叫枪状 我们在讲RF3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大家还有印象吗 墨烧导管扩张 一个毫米以下 叫点状 一到两毫米 叫球状 两个毫米以上 叫枪状 就是点状 球状 枪状扩张 另外呢 还有关系 所以呢 墨烧导管扩张 是口干综合针的 点型的造影表现 除了这个点型的造影表现之外 口干综合针 还可以有 主导管的改变 前面讲的都是墨烧导管 主导管什么改变呢 主导管的一个改变 是 主导管边缘 毛造不整 成羽毛状 花边状 葱屁状 我们讲阻碎性严重的时候 说管腔增宽 导管增粗 导管扩张 但是我强调了 边缘是非常光滑的 但是在口干综合针的 那时候呢 主导管的边缘 毛造不整 成羽毛状 花边状 葱屁状 一会儿我们后面会看到 什么叫羽毛状 花边状 葱屁状 第二个呢 就是导管扩张 就跟那个 责在性严重一样 导管扩张的改变 所以呢 主导管的改变有两种 一种是 主导管的边缘 毛造不整 第二个是 主导管的扩张 那么除了 墨烧导管扩张 主导管的改变之外 还会有第三个改变呢 就是腺体的充盈缺损 腺体的充盈缺损 这个我们在 沿线肿瘤的 造影表现当中 讲到了 腺体的充盈缺损 那么在 口干综合针的时候 由于 部分的腺体 被 磷巴细胞浸润所占据 所以呢 照顿剂不能充盈 它也可以出现 局限性的 充盈缺损的表现 这个就是典型改变 墨烧导管扩张 除了墨烧导管扩张呢 可以有 主导管的改变 和 腺炮充盈的 充盈缺损 这是第二型 或者在第二期 就是墨烧导管扩张的这一型 这个在国外 在国外的 造影表现当中 只讲墨烧导管扩张 只讲这一型 国外没有这四型的分析 这是我们国内的 对它这个分析 第三型呢 就是 身心性萎缩 身心性萎缩呢 就疾病比较晚期了 周围的很多县体呢 都被淋巴细胞浸润所占据了 所以看起来呢 就像一个萎缩的表现一样 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片子 第四型呢 叫做 节节型 有的叫甲种柔形 有的叫类种柔形 叫节节型的改变 所以分成四型 底下我们具体的看一些病例 这个是口感增围症的造影表现 墨烧导管扩张 扁状球状腔状 像这种比较大的 这是腔状 大家看这是副腺体 副腺体也有 墨烧导管扩张的表现 墨烧导管扩张的表现 这是冲凝期 然后呢 给了它聚原酸 柠檬酸 含在舌头上 4G拖液分泌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造影剂应该和拖液 一起分泌到口腔去 但是呢 大家看排空迟缓 大量的墨烧导管扩张的 影像的滞留 有造影剂的滞留在腺体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排空迟缓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口感增活针的时候 最要因应造影 要用三星普安 要用水溶性的造影剂 不要用油溶性的 不要用点化油 油溶性造影剂 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流动性差 口感增活针的患者 本来这个脱液分泌功能就下降了 正常的脱液 它还分泌不出去呢 再给它打点油 所以就更出不去 所以呢 口感增活针的患者 如果是用点油造影的话 可能做完造影以后 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两年 这个造影剂 都留在口腔里 都留在这个腺体里面 所以造成一些肉牙肿腔的反应 所以大家记住 就是对口感增活针的患者 一定要用水溶性的造影剂 用泛应普安来做造影 那么即使是泛应普安 即使是流动性比较好的造影剂 仍然会出现严重的台空磁房 这个也是大量的墨上造影剂 大家看主导管 大家看主导管 主导管扩张 这就是跟主导性严重的表现 有点类似 这个地方好像还有阴性严实 这个地方有充音缺损 好像还有阴性严实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 口感增活针的患者 因为唾液流动的比较 唾液分泌功能比较差 所以呢 叫做唾液的流体动力学 发生一些改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有利于钙炎的沉积 在这里面造成一些严实 所以大家看这个地方 有阴性严实 有导管的充音缺损 这里面可能有阴性严实 这个就是主导管的扩张 但是呢 大家看这个边缘 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个还没有所谓的 羽毛状 花边状 葱皮状 这个就是羽毛状 花边状 葱皮状 大家看这个主导管的边缘 非常不清楚 非常不清楚 叫毛造不长 称羽毛状 花边状 葱皮状的表现 那么周围的这些线体呢 也是 大家看周围的这个 分支导管呢 也非常不清楚 周围的线炮呢 不充盈 这个呢 就有一点向心性萎缩的意思 这个就是向心性萎缩的改变 向心性萎缩 它的表现呢 不是大量的 墨沙导管扩张 它的表现呢 是周围的线体 根本就不显影 周围的线体 根本就不显影 这个是向心性萎缩的表现 另外呢 就是主导管的羽毛状 葱皮状 花边状 这个就更加的羽毛状 花边状 葱皮状 大家看这个主导管 非常的不清楚 所以我们看 组在性严重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个主导管扩张 虽然管径是宽的 但是导管的边缘 是非常清楚的 大家看这个主导管 非常的不清楚 非常的不清楚 当然这个具体的描述 你说是羽毛 还是花边 还是葱皮 这个反正就是看你怎么理解吧 但这个意思呢 就是主导管的边缘 不清楚 毛状不整 这个我们反复的对比 这两个的不一样 大家看这个管就虽然宽 但是这个导管的边缘 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光滑 但是呢 主导管呢 粗细不均 好像还有充分缺损 这地方呢 还有阴性延时 主导管有果章 另外呢 墨烧导管有大量的扩张 那么这里面呢 我再次强调 口干综合征的典型改变 是墨烧导管扩张 它和儿童 183年年类似 它的这个并变的起始 是在墨烧导管 为什么主导管会出现这些表现 那当然从 以毛状花边的 纯皮状来讲呢 是因为在口干综合征的情况下呢 导管和导管之间的 上皮连接 不好了 这个通透性差了 所以在你注射导管剂的时候呢 导管剂就打到管周去了 打到导管周围去了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 所谓的什么葱皮状 什么花边状这样 那么为什么导管会扩张呢 这个主要跟这个阻碍性炎症的 这个有些类似 它实际上是导管炎 就是在唾液分泌功能降低的情况下 唾液的字节的功能下降的情况下 那么口腔的菌群 口腔的致病菌群 逆行感染 从导管口进来 逆行感染 发生导管炎 以后 那么发生这种 导管扩张的表现 所以主导管的改变呢 是可有可无 它激发感染了 它就扩张了 但是呢 主要的表现是这个 末梢导管的变化 是末梢导管扩张的改变 所以这末梢导管扩张 是典型改变 是主要改变 那么除了这个主要改变之外 也可以出现主导管的改变 两种 一种是边缘不整 一种是粗细不均扩张 大家看这个周围的末梢导管扩张 非常明显 这个也是 主导管的改变 比较明显 主导管的改变比较明显 另外周围呢 有末梢导管扩张 包括这个副线体 这种地方 也有末梢导管扩张 给了酸刺激以后 给了柠檬酸刺激 菌酸刺激以后 大家看主导管里面 仍然有造季的滞留 所以这个就是排空迟缓 排空功能差 大量的末梢导管扩张的表现 大量的末梢导管扩张的表现 这是三线造影 三线造影的片子 三线造影的片子 三线造影我们上次讲过的 这个节奏大家都还记得吧 从上后第二摩押 相对检检模术 发出血向后下 越过生枝 越过生枝表面 逐积分支逐顿便是形容叶脉 这个线炮充盈成鱿木状 大家看这个 这是什么结果 大家知道吗 这是颈椎 后面这个是颈椎 这个颈椎的影像 这是另外一例 大家看这个主导管 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主导管 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主导管 主要的表现是末梢导管扩张 主要的表现是末梢导管扩张 排空功能 迟缓 主导管的造影机都排出去了 但是末梢导管扩张这个地方的造影机都滞留了 所以排空功能比较差 在第四行里边 我们讲了一个结结型 或者叫做假肿瘤型 假肿瘤型就是说 我们在口根综合症的患者 检查的时候 造影的表现里面 可以看到有充分缺损 这个有的时候 容易和肿瘤混淆 过去没有超声的检查方法的时候 大家就说 这个里面可能是有什么结结型 甲肿瘤型 类肿瘤型 后来有了超声检查以后 发现在口根综合症的患者里面 腺体里面可以发现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 原型肿瘤里面讲的 低回生的 有这样的病变 这个就是所谓的结结型 或者叫做类肿瘤型的 口根综合症 大家在病例里面讲过了 就是说 口根综合症的这种患者 可以转化成淋巴瘤 它发生淋巴瘤的机会 要比正常人群 要高40倍 是正常人群的40倍 所以它很容易发生淋巴瘤 所以在腺体里面 当你在口根综合症的患者里面 发现这种结结状的表现的时候 要警惕是不是口根综合症的患者 发生了沿线的淋巴瘤 所以对这种结结性的患者 要注意 但是多数的患者 出现这种 造影的也好 超生的这种结结性表现 并不意味着它发生了 这个淋巴瘤 那么这种低回生的改变 是怎么形成的 是淋巴细胞浸润 淋巴细胞浸润 占据了正常的腺体 在淋巴细胞浸润的部分 和正常腺体之间 形成一个升学界密 导致了这种低回生的改变 大家看 这是一个示意图 这就是我拍的 这个结结性的 口根综合症 这一部分呢 是淋巴细胞浸润 这周围呢 都是正常腺体 所以呢 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一个肿瘤一样 但是呢 它没有膀膜 它没有膀膜 大家想象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淋巴细胞浸润的部分 和腺体里面 声波的传播速度 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形成一个 声学的界面 所以呢 就会有声波被反射回来 就形成了 超声表现里面的 低回声的表现 所以这就是节约性 发声的一个 基本的机制 当然了 也有少数的病人 确实是发生了 这么大 所以对于这个节级性的表现呢 要注意 这个就是造影的表现 我们讲 次行 现体 形态正常功能持缓 没收到网扩张 或者叫做点形形 第三形呢 就是向心性萎缩 第四形呢 就是节约性 这个是造影的表现 第二个呢 就是合医学的检查 或者叫核素显向的检查 核素显向的检查呢 这个根据病情 不一样呢 是不同的 有些患者呢 摄取 对于同位素的摄取 不受影响 但是分泌功能降低 有些患者呢 是摄取功能 和分泌功能都下降 那么这个患者呢 就是啊 这个是做了一个双色的腮线 这是双色的腮线 同位素摄取的情况 大家看 就是从经脉 给来这个同位素以后 看不到我们在 第一次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很高的风 它呢 就是这样缓慢的上去 也没有什么风值 给了酸以后呢 缓慢的下降 也没有正常的 那个分泌的那个曲线 所以它的摄取的功能 和分泌的功能都下降 那么如果这时候 你要测它的这个 同位素的这个浓度的话 那么它这个浓度呢 是降低的 说明它摄取的不好 给了酸以后呢 降低的也不明显 说明它分泌的功能也不好 所以摄取功能和分泌功能 都下降 这个就是这个 同位素检查 对于 果干综合症的患者的 这个相当的意义 那么这个 我第一个讲课已经讲过 因为合宿检查呢 它不需要插管 它一次检查呢 可以检查多个腺体 所以对于果干综合症的患者 如果是你觉得 暴影插管困难 或者是各种原因 不能做插管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个 合宿检查的方法 这个就是 口干综合症 我们讲了 它的 沿线造影的 改变 分成四形 另外呢 就是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关于 合宿检查 这个 在你们书上 大概这个是 最后一个内容 就是良性肥大 沿线的良性肥大 沿线良性肥大 在病理里面讲过吗 讲过没讲过 没讲过 原先良性肥大 是一个退行性改变 说过吗 实习的时候 说过 良性肥大呢 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 那么 引起良性肥大的原因呢 非常多 大概有一半的 良性肥大患者 是找不到具体的原因的 能够引起良性肥大的 这个表现 这个表现的一些原因呢 比如说内分泌的因素 一些代谢性的疾病 比如说像糖尿病 比如说像甲B 比如说像肝硬化 一些维生素的缺乏 蛋白的缺乏 比如说在这个 激热的年代 那个很多的人 是那个原先肿大的 那个实际上 是由于营养的原因 造成的这个 良性肥大的表现 现在也有厌食症 就女孩子暗美 结识以后 出现厌食症 然后造成 原先肿大的 也有 那么她在临床的表现呢 就是 原先的 就双色的 原先的肿大 这个肿大呢 是比较柔软的 在里边呢 摸不到肿瘤 比较弥漫性的 可以是塞线 也可以是核下线 它可以是持续的肿大 也可以呢 有的时候大 有的时候小 这个主要是 良性肥大 以后呢 脱月分工下降了 会造成一些 激发性的感染 那在感染的时候呢 可能有这个 原先的肿大 所以可以是持续的肿大 也可以是反复的 这种肿大 这个在临床方面 可能将来大家在外科里面呢 会详细的介绍 那么在影像水检查方面呢 关于良性肥大的这个检查呢 包括了 原先造影 B超 和CT 那么其中呢 用的比较多的呢 实际上是原先造影和B超 B超的意思呢 就是说 在原先量性肥大的时候 原先肿大 那么呢 在临床上 需要明确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 战略性病变 是由原先肿瘤引起的 还是良性肥大引起的 那么我们讲了 超生是一个 首选的检查方法 在超生上表现呢 它就是一个 很均匀的回生 这个回生呢 可以比正常陷阱呢 稍微高一点 在CT上呢 我们看到的是 陷阱的外形更大 里面的密度呢 比较低 密度比较低 因为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讲在病里边没讲 这里边实际上是有很多 只是沉积在 这个 线体的细胞里边 所以外形增大 密度减低 这是 良性肥大的表现 这是河下线 大家看见了吗 这个是河下线 这是两次的河下线肥大 这是河下线肥大 里边是均匀的 看不到这个 有占维性的表现 那么在造影的 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的是 分支刀管密集 分支刀管密集 因为线体很大嘛 这里面的分支刀管比较密集 而且呢 外形增大 外形增大 就线体的外形增大 这是河下线 这个河下线 这个也是线体的外形增大 大家看这个分支刀 这个分支刀管 已经走到这个地方 这已经到舌骨 已经到舌骨的位置了 所以这个线体呢 河下线呢 非常的大 线体的外形增大 大家看超生 在超生上是均匀的 这是正切 这是横切 前面这是下颗骨 前面这是下颗骨 然后这个是线体 线体的外形非常大 但是里边呢 回生是均匀的 但是回生呢 可以有 比正常线体 回生强度要高一些 这是同一个病人 同一个病人的线体 这是腮线 腮线的肥大 双脚腮线的肥大 F线的密组件变得非常低 这个就是关于良性肥大 良性肥大 我们简单的介绍 关于它的影像学的表现 最后一个 这个病我不知道你们的教科书上 可能没有 那么 四酸性淋巴胃亚种呢 也是一个经常发生于腮线区的 而且它的表现呢 也是腺体的 可以表现为腺体的增大 所以这个呢 是在鉴别诊断里面呢 需要进行鉴别的 这个在病理里面讲过吗 是 讲过啊 十酸性淋巴胃亚种 十酸性淋巴胃亚种 那么它呢 是37年由金浅宅先生 所次次报告的 金浅宅大家知道吗 都知道 知道 对你这边讲过 介绍过吗 金浅宅 金浅宅是 他本身是一个韩国人 然后他很小的到中国来读书 在协和 在协和一个大学 然后大概 建国之前一直在协和工作 做肿瘤的 后来建国以后去天津 在现在叫天津一大的肿瘤医院 应该说是中国做肿瘤的 一个非常早的 一个支付的 这么一个 2004年在天津举办过 他诞成一百周年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 那么37年呢 他首先报告了 这个十酸性淋巴胃亚种 这个在文献上 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 金浅宅是病 或者叫木村病 就是48年呢 一个日本人 金浅宅 他也报告了 这个物件 所以在有些文献上呢 叫木村病 叫金浅宅 那么它呢 是发生在男性 轻壮年比较多 塞建区是一个 好发部位 它的典型的表现呢 一个是无痛性包块 一个是皮肤遭痒 这个痒得非常厉害 色素沉着 表面有很多抓痕 那么如果是 做这个外周学里面呢 可以看到 氏酸的直接技术 这个增高 的表现 这就是金浅宅 金浅宅 石一鸿梅巴胃亚种的 影像学的表现 一个造影里面 是不均匀的冲击缺损 不均匀的冲击缺损 它和肿瘤不太一样 那么肿瘤呢 导管一位 然后有一块肿瘤 然后在那个地方呢 被肿瘤占据了 其他的地方 有线泡冲匀 但是石一鸿梅巴胃亚种呢 它是一个不均匀的 线体里面 是均匀的多处的 这个冲匀缺损 大家看 也有导管一位 也有导管一位 那么在这里面呢 也是不均匀的 比较分散的 这种冲匀缺损 多个 这个是 石一鸿梅巴胃亚种的 造影的表现 这是我们一个病人 在超生上呢 也是这样 超生上也是多发的 多处 有这种 这个已经不是线体里面 这已经到皮肤了 这是在皮下的 这都是在皮下的 这个是线体里面的 线体里面 皮肤 皮下 可以有多个 这种低回升的病变 有的边界呢 像这个边界就比较清楚 有的边界呢 就不太清楚 像这个边界就不太清楚 是多发的 多发的 这个患者呢 是右侧 这一侧 所以这个是 石一鸿梅巴胃亚种的 这个 造影的表现 和这个超生的表现 所以在临床上 当你发现了一个 三线区 肿大 那么比如说 它是肿瘤 它是良性肥大 还是石一鸿 热亚种 当然我们讲的 比如说 肝脏增合征 我们讲的 阻碎性炎症 都可以表现 临床的一个 延线的肿大 那怎么样来鉴别 怎么样来鉴别 所以我们还要强调 仔细的 这个临床病史的询问 仔细的临床检查 是对于诊断 是非常重要 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决定你 用什么样的方法 进行影响学检查 所以这个是 就是对于临床 在临床的诊断来讲 鉴别诊断来讲 是非常重要 我们严县疾病的讲课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有问题吗 大家如果没有问题 我给大家提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讲了 儿童出发性肺腺炎 它的效应表现 是什么表现 莫少大碗扩张 那么 口观动画中的 严县造影表现 也是莫少大碗扩张 当你看到一个片子上 严县造影表现 为莫少大碗扩张的话 你怎么样来区分 这两个病呢 肝脏动画中的排空比较差 是这样 还有吗 主导管怎么了 对 这是一个鉴别点 因为口观动画中的患者 他的主导管可以有扩张的表现 也可以有羽毛状 花生状 葱皮状的表现 那单纯扩张来讲 这个是两者是无法区别的 对吧 儿童出发性肺炎 主导管也可以正常 也可以扩张 但是羽毛状 花生状 葱皮状 这个是口干综合征所特有的 如果是发现了这个表现 那么更加支持 肝脏综合征的表现 其他的呢 对啊 对啊 临床特点非常重要啊 一个好发医学龄前啊 一个是中老年女性啊 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 另外在临床上 我们刚才讲了 那口干综合征 有这么多的肝脏的表现 对吧 比如说眼肝 儿童不发性肺炎 不会有啊 口干 儿童不发性肺炎 不会有啊 所以临床的表现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 所以这个想通过这个例子强调呢 就是说 对一个影像的准断 大家不要 就影像 论影像 而是要结合这个患者的临床情况啊 他的病史是什么样的 他检查是什么样的 第二点我想强调的呢 就是学 严县的疾病的影像 学检查 要对这个疾病的病理基础 有一个比较多的了解 这样有利于你分析你的影像啊 就是说 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他的影像是这样一个表现 那么为什么 这个基础一定是在病理表现的一个地方啊 我刚才讲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讲过了 就是他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微端结构 所以他在影像上才呈现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过去的教科书里面呢 都是写三大块啊 讲任何一个疾病的影像去诊断 都是他的临床是什么样 他的病理是什么样的 第三步呢 才讲他的影像啊 是什么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每一个疾病的临床 和他的病理能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这就是我们整个研究疾病的讲课的内容 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讲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